岛内网络最近的热门话题是 恢复征兵 小区皆兵 以及美国民众愿意支持台湾和大陆作战等等 两岸发展研究基金会 24日召开化解两岸僵局 可行新探讨记者会 去联合报25时报道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明称 当前两岸关系是4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 他从八项指标判断两岸关系 已进入准战争状态 赵建明不仅是大学教授 此前还曾担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 可以说既有两岸关系的理论也有实践 因此他的话引发当局关注 陆委会24日晚回应称 对于学者的看法没有评论 但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双方均有责任 明显是企图把两岸关系僵化的责任 推卸到大陆一边 不少台美还注意到 美国和大陆军机在台海上空的较量仍在持续 另外台湾国际战略学会 及台湾国际研究学会 2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有81.4%的受访民众 赞成两岸人民多进行交流往来 13.2%不赞成 若选择一个关键词 描述两岸关系愿景 高达90.4%的受访者选择和平相处 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而引发台海战争 66.0%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而如果是大陆主动出兵攻打台湾 愿意为台海而战的比例则提高到77.6% 对此赵建民直言超过六成七成的人 愿意为台湾而战的结果肯定是假的 他说连当兵都不敢了 还要上战场拼生死 可能吗 不少网友回应说 这是今年看到的最好笑的笑话 请愿为台杜尔战者先立生死状 还有人直接表示 我是剩下的22.4% 到时候开战别找我 中国时报24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 美国为了和大陆对抗 拉着台湾上前线 美国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 也跟着配合演出 在网络上喊冲喊杀 两岸对类气氛直线上升 战争还没开始 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章说 台湾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即上战场的都是年轻人 而台湾人口老化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不去思索 如何创造安全乐业的环境 还处处想要战争 甚至搞到小区结冰 这样年轻人还敢生小孩吗